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嗚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Luna 我是主持人主持人過招 來看一下投資必修課 來來來 誠喜不要怕 年輕人買房大夢不遠 那個Luna 你有沒有買房的夢想 有 有很急嗎 未來就是想要自己買房 有沒有很急 沒有很急 沒有很急 打算多久內 大概 趁年輕的時候20年內 三十歲開始準備嗎 是三十歲準備還是要買 是準備錢還是 準備錢要買 準備錢要買那還不錯 那大概再過 再過兩年再加八年 不要急 他好像臉綠了 有那麼老嗎 有那麼老嗎 氣死人 在講什麼 這個主持人費用真難賺 好沒關係 這個請教三位 這個也就是 應該都是有殼組 都是有殼組的分析師 第一位重量級 重量級的林玉凱分析師 玉凱哥好 重量級不用強調兩次 對 大家好 因為今天這個製作人跟我講說 要討論這個房中數 我就想說 哇 很精彩 這個能講嗎 原來是討論買房 對對對 你也是基於房中之數啦 史還行還想 第二位來 陳維泰 陳維泰分析師 維泰哥好 大家好 我個人是比較建議投資 年輕人 就是及早要有做買房的準備 及早做買房的準備 第三位 哇也是 除了股市大亨 還有也是房市大亨 這個是 聶建宗教授 聶建宗教授 來 是本人對房地產 本人很有興趣 那剛才這個 前面這位老師也講到了 的確我也非常贊成 年輕人趁早有一個準備 買房的心理準備 像剛剛這個女主持人講到 還年輕 但是她的主持費就偶爾存存 先這個開園截流嘛 盡量開園 然後還是要截流 然後留一手 統屬於自己的金 我覺得人要有自有資金 才有辦法進到這個 所謂的重大投資 好 那我們請教授來告訴我們 怎麼樣開園截流啊 好不好 只是不要去 隨便買開圓色雞排 那個沒有用喔 那不會開圓的好不好 那你就是花更多錢 好不好 就跟老師講 開圓色雞排 我不知道老師有沒有喜歡吃 我是覺得還不錯 剛才這雞排嗎 開圓色雞排 有一個叫開圓色雞排 那個好像是 你說那個叫什麼餅 開圓色雞排 好 老師有沒有聽過 沒有 好沒關係 對不起 你一個比較健康 老師我覺得你又比上次 又瘦了一點 真的耶 你又年輕了一點 怎麼減肥了 教我一下好不好 瘦叫年輕嗎 我已經很瘦了 你已經很瘦了 我很羨慕你耶 剛剛有講重量級的 我想重量級你不會講到我 不是我覺得 絕對不是重量級的 我剛才跟玉凱 玉凱站上去我覺得 我真的是算 還算先瘦的身體 結果你一上來 我覺得我變胖了 老師容我fade out 我這樣子變比較瘦 老師沒有開玩笑 教授你一桌 我先聲明一下 這個胖瘦跟刺沒有關係 我刺很多 很多人都這樣講 但是我覺得 不錄了啦 跟睡眠有關 我也是很瘦 睡眠太忙了 我如果有時候 睡大概六個小時 五個小時以內 就瘦了 我那時候就想吃東西 我以為你就瘦了 沒有沒有 我後來發現有一個研究 睡越少越容易判 有人是這樣講 我是真的 因為我只要睡少 我一定 就是我那一 就有惡魔的聲音 告訴你要吃東西 我跟你不講 我平常就吃很多 那我在睡 睡少的時候就不吃了 好啦 我們不錄了 好啦就這樣子啦 老師 年輕人買房大夢不遠啦 怎麼看啦 老師我們看一下家業 央行之歌半碼半碼 聽說有人要燦咧 因為今天最近總裁也要燦 半碼半碼半碼 也是要升息半碼 聽說那個怒然要燦一下 央行之歌半碼半碼 來 好 我只會唱第一句最有名的 斑碼半碼 你不要升息啦 真的希望不要再升息半碼了 不要升息半碼 升息多一點 荷包才會飽飽是不是 好 那我請教一下 玉凱老師你會唱歌嗎 真的會唱嗎 我歌藝算是不錯 但這一首我沒聽過 以為蔡老師有聽過嗎 沒有欸 我也沒聽過欸 我真的是這個見識淺薄 我也是沒聽過 斑碼半碼 你不要升息啦 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我走音的 央行之歌半碼半碼 聽說變半碼總裁了 還好沒有 還好有字幕 要不然我聽起來真的是以為 右邊下面這一支 好 對不對 這斑碼半碼 斑碼 本來是斑碼 原期是斑碼半碼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央行總裁 要不要再升息啦 好來 老師你看一下 教授你看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談來談去 還是談這個 國際通膨的問題 實際上談通膨要談兩塊區塊 一個是談整個全球 當然全球以美國為主 當然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自己最關鍵 我們自己的台灣 可是我們的新聞媒體 看到的大部分都是 美國的FED 以及通膨多高 那FED要怎麼做 它的升息動作 我們也知道從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一季一碼 第二季五碼 它兩次 那第三季也升了三碼 總共九碼升到2.25% 這是美國 當然全球都在升息 你看那個巴西 這個土耳其 它那個高通膨到嚇死人 都升起十幾到二十%的 是啊 我們不去管這些國家 我們管先進國家的美育 巴西這邊就寫了十一點七 沒有錯 非常嚴重 你看美國當然很高 那這個是升息升了2.25% 現在歐洲也很高 現在歐洲的很多國家 也知道通膨很高 也都不斷的要急速升息了 現在英國雖然到1.65% 它現在也可能要加入升息 好 那我們先不講國際 台灣根本就更 不要說也根本是韓國腳步 我必須說明一下 台灣沒有那麼大的通膨 說不好聽 你說國際間到了9點多 我真的不知道台灣通膨怎麼算的 我怎麼覺得台灣通膨最近升很嚴重 沒有錯 這種有感 但你要知道CPI和CPI是不一樣的 你知道那個青蛙鑽奶 你知道那個水源路那邊 有一家以前青蛙鑽奶 我以前都買它 然後它特別便宜 那以前一兩年前才35元 現在 然後又有黑檀珍珠喔 還有綠豆喔 對不對 還有什麼粉的什麼的 你知道 現在變50塊啦 那長30% 是啊 不只啦 40% 40% 差不多 所以是鮮奶長得很兇 所以鮮奶從70幾塊跳到90幾塊 那我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所謂的CPI裡面的成分 裡面有一些屬於3C商品的話 它是不會長 甚至跌的 所以我們看到CPI指數 並不是民生有感的指數 我們民生有感都是我們在吃的 玩的 十一入行 可是用的東西 你手邊的手機不會漲價 還會跌價 你相信我剛出來是最貴 所以這種商品在CPI的核心指數裡面 你就會發覺它長得並沒有那麼高 好 並沒有那麼高 可是台灣的最近iPhone也要變貴了 那是剛開始 我想新版才會 舊版就會 就會變了 是是 所以台灣CPI我感覺 跟別人的CPI 我不知道 我自己感覺 我覺得不公平 沒什麼感受到 我覺得我不知道什麼 所以台灣 你覺得就是因為台灣的CPI的數據 沒有漲很多 所以台灣沒有生息 而且最新的8月CPI還下滑 對不對 好 教授你們再繼續說 OK CPI沒有下滑 是CPI的通膨率 它的成長率 對 所以CPI我們講成長率 Price 這個 CPI是價格指數 對 它的Growth Rate of Price 就是成長率下滑了 還是高通膨 還是高通膨嗎 還是漲嗎 那剛才也有人形容到 我們的水餃 一個台灣漲的和加州漲的 那是天壤之別四倍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這個數字 對 所以台灣的通膨的確沒那麼高 因為台灣升起也不用那麼急 但是還是必須升 所以你看到 我們台灣是一季升一次 一次一次 一季一次的樣的會議 美國是一季兩次 FOMC會議 所以你會發覺他們一次一季兩次 兩次大家都很注意 台灣第一次整個季升了一碼 第二季只升半碼 當然這有它的因素的 然後到了第三季之後 我們知道我們現在聽到的 央行裡面一些傳出的聲音 可能還是半碼 當然也有理事認為 應該要升一碼的 當然我們還要再等候幾天 去了解我們台灣在怎麼升 不過不然怎麼說半碼一碼都還可以 所以你知道台灣總共升了0.375碼 他這邊寫0.38 就湊個整數 從一碼和半碼 所以只升0.375% 一碼半碼 對 這更大 三次半碼 那為什麼 楊基隆叫成掉什麼東西 來 三條件 好 這個條件我們講 我們在教中級經濟學 其實有兩個最重要的東西 來影響我們的貨幣政策 甚至配套的財政政策 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經濟成長 叫growth 一個叫做stability 叫做穩定 穩定什麼有兩樣東西 兩大惡魔 一個是通膨和失業 現在失業基本上不是大問題 主要的意思還是通膨 我們的通膨也沒那麼嚴重 但是受到國際的影響 也有所謂的疏力性通膨 因此我們現在講到的 三樣東西除了 第一個就是物價 現在最重要是物價 第二個就是第三這邊寫的 國內的經濟的復甦的狀況 第三個要考慮的 當然就是我們受到外面的影響 其他主要國家 當然就是以美國為主的升級動向 第二個是真的有符合 因為國外有升級的 台灣產業有復甦啦 你要看國外看哪個國外 我們的對岸幣沒有升很多啊 其實 對 我們都是以美國馬首是瞻 以美國為主啦 應該還是緊鄰的美國 我們的主要國家叫做美國 主要國家美國啦 一向如此 還是升級啊 所以第二個是符合升級 那三是國內的經濟產業復甦 那三是國內的經濟產業復甦 經濟產業復甦 它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我產業復甦好 我景氣有回來才升級嗎 還是什麼 景氣好的話我們就升級 是讓它下壓 那景氣如果不好 這一本場我們是降息 降息是刺激景氣 但是如果降息不但刺激景氣 還可以拉高我們的就業 讓事業率減少 所以這三條你覺得都有符合嗎 現在我們的物價情勢OK 所以升級半碼這樣子 慢慢來可以 第二個我們在台灣的景氣 的產業復甦 我們沒有所謂的復甦啦 現在都是走下行 但是也沒有那麼的糟 所以也不用急著升級 那兩個符合 第二個是國際的升級動向 的確很嚴峻嘛 我們看美國就是這樣 所以到之後決定就是升級半碼 要升級但不需要這麼急著升級 你去注意一下這20年來 台灣的升級都在美國的中間 美國在0或1的時候 台灣就會1.5到2 美國是6的時候 台灣就是3或4 台灣就夾在中間 我認為台灣的央行的總裁 其實不難做 只要保守就可以了 保守夾在美國的中間 沒關係 如果以後我當總統 你就央行總裁了好不好 這開玩笑的好不好 我年紀比較輕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央行有兩個重要的律嘛 一個是利率 一個是匯率 兩個利率我們叫升級容易降級難 降級容易升級難 貶值容易升值難 所以你只要抓到這兩個穩定 國家的這個 綠的這個方向就很穩了 然後再抓到美國升級的一半的中間 夾在他中間的一個band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所以聽到教授講的 當台灣的總裁不難 他講的 不是我的 沒關係 我們來看下一個 來 擔心升級壓力大 以前的人壓力更大 真的嗎 這個壓力是有 現在大家都知道 那你只要升一點 你只要貸款貸很多的話 你就要多付錢嘛 是 對 那我必須這樣講一下 說當時我剛講到 所以看這邊以前的重天限率 以前的利率相關的 OK 這個抓的是從1990年對不對 更早之前還更高 對 我跟你講 我通常是加說 這世紀變臉的這一段時間 就21世紀到24世紀這個 Face off 變臉 各位去看一下 在這變臉之前 這個臉變之前 一直從這樣10%左右 一直降到所謂的6% 大家知道在2000年的時候 它還是6.5% 是 我講這是Feddle Fund Rate 就美國的聯邦計程率 可是因為 我們大家還記得的話 有一個很嚴重的 產業衝擊到了金融市場 大抗 也就是網路泡沫 這個泡沫 2000年網路泡沫 對 馬上跌到了 股市跌到3411點 2003年的6月1% 全世界華然 太低了 因為股市跌到 從萬點跌到3411點 對 你有印象 好 那這個總共跌了多少次 那時候大概是我在 2004年的6月 然後呢 葛林斯班的時候 有啦 他看到景氣太好了 越來越好 房地產大漲了兩三倍 馬上升息 升了17次 接第一次升息 完全循環 完全閉著眼睛 每次印馬升17次到 2006年的6月 第17次總共升到了5.25 就這個地方 好 從天鮮利5.25 這時候就是 你看這個bar 這個灰色不分 就是次貸產生了 是 因為景氣太好 是 然後呢 利息突然又太快 完了 大家不付錢 所以升息就是壓力 升息太多也不好 這個次貸產生的金融海嘯 完全 主要啦 就是當時CDO CDS 從房地產 所連接到的所有的 眼鏡商品所產生 也就是 房地產為主軸 所以 升息以後 造成很多房市要復習變貴 他們不願意還錢 這種CDS CDO 這種 延伸性信用商品 很多人可能有看沒有懂 就造成這種 過度的槓桿 槓桿再槓桿再槓桿 他的base還是房地產 對 當時就是一些次貸人物 代表房地產所產生的 他戳破了 他是以房地產的基準的 是以房地產物價來做基準的 結果爆破了 砰 爆炸 好 過去是談太久也不好嘛 就是金融海嘯就發生了 完全就降到零利率了 好 我們現在直接看到現在了 各位看一下 零利率和這1% 過去1% 大家又覺得 以前已經嚇到人 怎麼還有零的 那當然金融海嘯大家印象深刻 2008年9月15號 Limbrother倒閉 Manage被BOA併去 對不對 那這Bellstone也被JP Morgan 這個西藏 好 重點就是開始都停頓了零 零利率總共停了7年 7年 對 好 很可怕 很可怕 到現在開始慢慢的又一次經歷 一次升旋循環 你看可是美國升旋循環 台灣股市基本上也沒什麼動 到這一次感覺還蠢蠢一動 可是還是升旁馬 你看教授剛才講到說5點多percent 其實這個好像是美國的利率嘛 這個重點現在是這樣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話 美國它就從1到5.25的時候 台灣你會發現 它就大概在1.5 1.75 到了3.75中間 最多4而已啦 甚至 對 大概就在4左右 這就是台灣所謂的保守的做法 然後台灣在2000 當然在2017年稍微緊急燒好的時候 我們的利息有稍微回溫一些 那不管怎麼說 我們現在到了現在 現在我們已經配合全球的零利率時代 當然最近我們又升了所謂的三馬 那我們不管怎麼說 現在利息就是今年升了 而且還會再升啦 下一次可能就是半馬的 還是半馬 你覺得半馬機率很大嗎 很高 而且你這半馬 連2008年的高點 都一半都沒有到 這看起來 難怪台灣建商笑呵呵說 不會跌不會跌 我們來看下一個人 耶來來 那怎麼辦 年輕人買飯不吃不喝10年 那這個是我覺得也是 有時候很難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現在年輕人的確花錢會比較快 我不知道你感覺有沒有這樣子 最少我們那個年代比較苦 比較不會這樣花錢 然後有些 當然不是全部 但有些年輕人真的比較沒有目標 他的機會比較少 因為 當然你也看到現在結婚率也比較低 對 因為現在花錢快 因為年輕人他第一個要買手機 對 第二個其實出國 像我年紀輕的時候 大家出國還沒有那麼盛行 現在出國很流行的 一年要出國一兩次 IG拍照這個 但是每個人生活的方向 生活的選擇不同 這個都要尊重人家 只是說現在年輕人 花錢的一個方向 好像稍微快一點點 沒錯 真的是想疫情稍微解 這個旅遊的春天又快到了 你看到這個出國又會更嚴重 飛機票高買不到 好 再來薪水低 這是一回事 那真的是太低 再來房價高 我們都知道房價薪資比 這兩個一比 現在是15點多 這比過去我們看到 13 14就已經衝破很高點了 15點多 那是已經非常高到 年輕人認為他真的買不起房子 很多人就開始做了掛牛租 甚至在強調居住人員 那當然物價又提高了 所以對年輕人來講 是非常辛苦的 那以現在我剛講15點多 趴著這個房價薪資比 不吃不合不是10年 20 30年可能都買不起房子 這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這個寫太少 是聽起來很難過 可是我們還是要正面看它 我們要正能量 其實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情 其實都可以的 我們怎麼做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來看一下 來 好 我們再看一下 其實我們這樣講好了 我還是建議年輕人 剛剛有提到 那當然你在 雖然你年輕 但是我覺得開源節流很重要 當然你要這個稍微努力一點 那即便你薪資不高 盡量能夠存錢開源嘛 然後你要省一點 有一點所謂的自用金 那我是認為這個一個人生 在這一輩子有重大支出的 只有兩件事情 年輕的時候就是 頂多是買房重大支出 還有一個就是養兒育女 養一個孩子就幾百萬 買一棟房子也是幾百萬 好 那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我認為現在即便是升息了 有的人認為升息可能房價會跌 我不這樣認為 我們升息還是有限 各位去看一下 就算你升息一碼 我們用一個試算 假設是1000萬的貸款 是 1000萬如果乘以0.125% 然後你去算一年再除以12 一個月大概剛好就是1000塊 出頭的多加的這個費用 1000塊有沒有很多 是有多一點 但是也沒有多到這個樣子 那0.25% 那0.25一碼的就大概多2000塊 那各位這裡看到 我這裡在這邊講到說 升息半碼和升息一碼 你會發現我多付的 不是老師講的差額是1000或2000啊 不是啊 是600多和1200多 是因為我們在貸款的時候 通常是本利貪還的 譬如這個我舉這個例子是1000萬 這個1000萬裡面呢 我們現在這個假設是買房子 房貸1000萬 買房貸1000萬 買房貸1000萬 有可能是大概1250萬 你貸八成嘛 是 房貸1000萬的情況下 計算標準 以五大航庫乘坐房貸的年利率 1.7%為基準 貸款期限30年 老師說一說1000萬 你先乘以多增加個半碼 增加半碼再除以12 然後一年大概多 一個月再多1000塊 是跟大家講 因為乘以0.125大概差不多 差不多多1萬多塊 是 大概多1000塊 那為什麼這比多1000塊還多 來教授你再講一下 這有個數字遊戲 怕時間太短 我們沒有辦法講得很清楚 或是跟大家講 我們是抓了五大航庫 沒有錯 乘坐的房貸大概是1.7左右 在這之前 就是因為升齊了之後 產生了所謂的半碼之後 變1.85以及1碼1.950 甚至還要再升下去 變2.075 這可能是下一波了嘛 是 一般房貸 這時候我就說 你如果貸1000萬的話 你如果貸30年 現在這邊 現在台灣是落在什麼家 什麼房貸利率大概現在那邊 如果現在房貸就是1.7多 如果是1.6 有一個最低的1.68 也就是 你如果是手購屋 那這就是1.68 那是央行有補助的部分 那如果是一般行戶 它稍微有利潤 大概是1.7多 大概1.75到1.78 這是一般的房貸 對 大概1.75到1.78 如果影響也沒錯的話 好 先去說 沒錯 當然每個人信用不一樣 也會有差異 那有些銀行是稍微的差異 我只講一個主要整數讓大家知道 是 好 1000萬 在30年用1.7 然後開始半碼半碼 加上去 我們所要付的30年後 總共要付的價格 1000萬加上277的利率 反正教授要告訴我們一件事 就是說就算升到2.2% 下次升是可能在這個區間範圍內 你也才增加 每月增加600多塊 你又不用緊張啦 這是升加半碼 600多塊沒有錯 就是說你如果借錢是多1千 多付1千 但是你因為本期貸款到 貸到最後你本經濟不太有的時候 實際上利息變少 因此總共平均下來 你每個月是多600多 是 是這樣的情況 每次要半碼大概600多塊 也就是讓年輕人說 假設你發覺利息升高了 不太敢買房也不用太恐慌 當然你要去衡量 到底是600多 或者1千多 對你是不是有真的很大的壓力 600多如果對你來說是壓力很大 甚至今年增加一碼 對你壓力很大 那你就不要買房子 但你不貸款買房 你要租房 可能搞不好 你現在租金更有提高了 所以我們來比較一下 租房跟買房 我們繼續看下去 來 好 那我們今天做一個簡單的比較 在租房的話你會發覺 通常你去市面上了解一下 它真的是相對比較低 可是你會發覺買房比較高 其實也不盡然 因為買房你付的比較高 是因為你也把本金還進去了 幾十年以後多了一棟房子 其實如果把這個考慮進去 你的這個附加價值感 其實它也不一定輸 所以如果你考慮到 你慢慢會有房子 這其實應該算是剩 這是我的想法 但是你有現場 馬上看到每個月付出的資金 你會覺得租屋比較便宜 相對低 剩 其實不盡然 自己去想想看 再來資金的彈性 的確租金是 租屋是比較容易 我要租貴 要租便宜 自己隨時彈性 要不租 要租的 隨時可以換地方 這個是比較彈性 盛 好 那再來 移動度也比較容易 我剛剛講隨時可換屋 你買了房子就是 什麼叫房子 就是不動產 就很難動 所以你一旦不動 你買了房子 所以移動性低 最後一個我覺得比較重要 踏實感 踏實感其實跟我們講 投資的角度有關 第一個你會發現 你其實租屋就不是你的 再棒的房子也不是你 住豪宅也不是你 但是如果你自己買了房子 你踏實感是相對高的 所以買房子最重要的 贏的地方 雖然資金有壓力 移動度也低 因為這以後 如果遇到壞鄰居就慘了 對啊 是是是 不是每個人像教授 這麼多房子 反正今天住不高興 樓上草算的啦 馬上 所以我移動性很高 移動性很高 所以兼具移動性 就是買房買多一點 我是以前的老鼠了 腳褲 這個不是兔子 腳褲有三骨 三骨啦 好 這個 那我先講這個高 其實踏實感 那別人有一個 別人房子之後 一間然後樓上在炒 那只能哭哭而已 是 我先講一下 這個高其實還有一個 就是投資的角度 其實你會發現 你買了房子 未來 第一個 看向右邊 自己的房子 你會比較想保值 你的東西也會比較整理 第二個呢 其實 他投資角度也會比較高 好 所以 居然教授有跟我們一個結論 房租跟房貸差 15%以內 就是每個月分期付款 跟你每個月租金比較 15%以內 你差不多 就捏一下啦 我會贊成捏一下 對 因為15%我希望你能接受 其實15%也不是小數目 可是15%會讓你將來 會有房子出現 是 租金你永遠沒有你自己的房子 所以這15% 其實30年後 你多了一種房子是值得的 我跟你講你現在租 我們現在只能拿你 每個月可能花租的錢看到 是 你剛剛如果看到 剛剛的貸款的這個range 大概都是36000上下的話 以那個買屋要付的貸款 千萬的房子吧 大概36000 對 貸款30年 那假設那個房子 1000多 1000萬 如果你買到稍微邊區一點 但黃區當稍貴 淡白區也不要淡殼啦 淡白 淡旁邊旁邊 是買到二三十萬 四十萬的一坪 是 真的啊 1000萬你是可以買到 兩房 這樣的房是有機會的 但我等一下再說明 那樣的狀況 當然是中古屋啦 但是這時候 兩房的房子 你去租屋的話 稍微好的地方 你也是要付到 3萬多的租金 是 所以你去比 如果3萬多 去乘以講多15% 就是36800 這就是剛才我在 貸款的時候買 1000萬 在30年 大概要付出的租金 每月租金如果繳3萬2的 你就 該捏的地方捏一下 捏住以後 你可以付得起 3萬 你就多提高15% 用36800的一個每月 繳房貸金額 你該買就買 這是合理的 因為 多付15% 你過個30年後 你就有自己的房子了 像個小美女捏一下 對不對 11歲 20歲 她是50歲 多利用房子 捏一下 捏一下 該捏的時候捏一下 捏自己的肚皮 少吃一點好不好 就這樣 她已經很瘦了 來 對 我就是看結尾 玉凱是可以 很多油水可以捏一下 玉凱 她可以捏兩下 捏一下 這骨頭 好不好 好 骨瘦如柴 好不好 你又叫你柴哥 所以我建議啦 對年輕我還是希望 以買代 捏一下 我們看到善業好不好 1000萬的房子 來 一年喔 你看 這個每月要繳的房貸 就算現在 比如說在升級半碼 大概你也是 繳差不多3萬6千塊而已 對 剛剛3萬6千半碼 可是說如果是租金 你就要3萬2了 你每天買台北市 你要住台北市的房子 就全租就要租3萬2的 你不如就把它退而起 就其次 買蛋白區的 大黃區租 大黃區也買得到 對 大黃區也買得到 我講我的例子就這樣子 我知道你要講中正區 那個 那個古廳那邊的是不是 你這次 對我在古廳那邊 上次你就講過一次了 好 我的影迷就是不到40萬 我的影迷就是不到40萬 好 我知道1000多萬買到了 沒有 我自己大公開嘛 我有四房的房子 也就是1000多萬 是買得到的 買得到 所以要配合剛好金融情況 比如說危機入市的時候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是 所以先求有再求好 是不是 是 我非常贊成 真的是以買代注比較好 除非那個狀況特殊 先求有再求好 那我先求好就先買中古屋 不要馬上說一下要住豪宅 要最新的裝潢不需要 那你先求有了以後 自己做一個輕鬆裝潢 把它裝得漂亮一點 那你不一定要很貴的裝潢 裝潢費通常一瓶2萬到10萬不得 你就做個2、3萬裝潢 就已經很棒 我就先求有 然後到了你更有錢的時候 可以換屋的 這時候你會非常有大實感 剛剛講的 是 好 路長你有什麼問題 來 老師 那我想問說 如果選中古屋的話 建議年輕人選那個屋齡 大概是介於多少到多少之間 對啊 好 欸 有些是30、40年 台北是40年的房子一堆 安不安全 我非常贊成 這是我的想法 尤其當年輕你的資金 贊成什麼意思 所以40年的房子你就可以買 因為越舊的房子 它的折舊其實已經攤提到差不多 那你去看房子好了 你去買法派也是一樣 它是分兩個部分 我們一般買就是看權狀多少 那個比較不實在 真的要看要把土地和房屋要分開的 土地十分 土地的價格是永遠不會低的 尤其台灣是土地稀有性 是土地是稀有性的 所以土增是一直在增加的 房屋是一直在貶值的 所以你買舊的房子 就是真正買到了未來的價值 未來的土地 所以可以 可是你會不會覺得說 以後如果舊的房子又沒辦法督更 那會不會安全性有問題啊 我跟你講這個 真的有問題的話 基本上結構機制或怎麼樣 都會去處理 所有的房子基本上會有問題 也不一定是老房子 也不一定是老房子 因為發現很多島的房子 也不是老房子 新蓋的都有 所以你覺得四五十年的房子 不用怕 我覺得不用怕 不用怕 那現在又隨時要拉比或怎麼樣 對 最主要它土地在 好 我懂我意思 所以最後我們做結論來 好 年輕人大夢 踏出買房子第一步怎麼樣 好 那我覺得就是你看 我們的房貸 長期來看它還是低檔的 是 請注意一下我剛剛講的拉路的長線 從20世紀到現在 20世紀變年 它從五點多趴 六點多趴 現在 一點多趴 已經有20年了 都沒有5趴 以上 但是這幾十年來也都沒有這麼高 也沒有那麼低到2趴以下 對 那是因為這一次的 所謂從那個COVID-19 從中美美中貿易戰 就開始沉澱到COVID-19 大家記得2020年 熔斷四次的那個三月 連續美國FED降了6 之後台灣才開始降下去 所以我們也很多人說 對啊 包括FED的說從來沒看過這種熔斷的情況 沒錯 結果一次就看四次 他看第一次很大聲講 第二次又講 第三次他不敢講 說怎麼 198年看第一次 一下又連續看四次 他嚇到了 是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這個利率回來 只是回溫到了 在當時熔斷之前的利率水準而已 所以 沒有那麼大 不要覺得壓力大 你不要跳升級就好 你要知道時間軸 這個是在哪邊 所以你覺得結論 還是年輕人要買房就對了是不是 我比較鼓勵 當然大家可以自己知道 不過第二個要講 還是要依照自己自身的人力去選擇 不是說你一定要 如果人力許可 當然我講人力許可 當然你還是要有一定的收入 買房 代替租房 而且當然要有一定的省資檢用 理論為了未來 這就是做螞蟻族 不要說西菜族 所以先求有再求好 第一次你先買 螞蟻族嘛 你搬回家吃 你將來就會有很多東西可以吃 Anyway 你有了房子 你將來是享受餘生 後半生也不是餘生 對不對 好 那最後一個就是年輕人第一間房子 我建議 剛剛我講的 真的是中國相對負擔率低很多 未來心智提升 再慢慢去做未來的選擇 好 那玉凱老師 你有什麼想法 買房子 我也很贊成 因為現在很多年輕人就想說 我就躺平 等遺產 可是其實我覺得這是不OK的 可是因為現在爸爸媽都很常瘦 對 所以有的等了 好 那蔚教授 蔚老師你怎麼看 我覺得第一桶金還是要努力 那第一桶金很重要 所以其實我會建議先買股再買房 對啦 先買股再買房 對 第一桶金先靠股票 然後第二 然後買完以後就開始開自產自產 好 這很好的解釋 好 謝謝謝謝教授 謝謝教授 所以今天的節目好精彩 別怕別怕 要踏出第一步 好不好 年輕人買房 大夢不遠啦 Nuna今天有沒有學到的東西 有有學到 先買中古屋 就你30歲的時候 完成你的夢想 所以很久以後的事情 好不好 這跟妳講 撐起別怕 所以要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那記得留言按讚喔 好不好 記得要至少留言一下 不行這樣按個讚 每週二週 晚間八點才寫 135是解盤影片 244是教學 教學影片 最愛是狂 借發您瘋狂股市 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費費費費 救救我 救救我 你可這麼激動 不要激動 我不是你uncle 我不是你舅舅啦 怎麼救救你 激頂激頂 千斤 你還在賣什麼 因為排骨現在不行了 要靠千斤來頂啦 所以我何時 你要千斤頂啦 千斤頂你 我手底下在頂千斤 你再按摩 八點好不好 想要蓋掉這壞夢病 什麼都不會到的啊 怎麼辦 不是那個年負責 不是那個年負責 怎麼辦 啊 掉了 啊 掉了 怎麼打不敢 感覺好像盯著我 都不是欸 那我根本就這樣怎麼辦 啊啊 是給你的同班 就是有多人陪伴在你 我真的有過 好啊 痾啊 排水最早的 你看這怎麼褲子 完全反而解 就是變成一個 浮霉高 上最低 想要蓋掉這壞毛病 我仲發臉在的 大臉在的 大臉在那裡 消極影片 最後還是不好 謝謝觀禮 瘋狂股視福利社 讓年財富free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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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